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纪元世界头条 首先看到台湾大纪元 中国鹤皮书,鹿经济如自由落体 这是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的首份鹿气调查报告 40%公司销售额下降超过10% 疫情冲击主业行业导致中国GDP收缩 而中共可能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一点 但其实中共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可能是 在没有生意,没有金流的情况下 数百万家中企拖欠债务 那将会是一场灾难 可能造成大规模裁员 进而影响经济数字表现 最糟的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崩盘 在A6版中可以看到 资金锻炼,有中国签证龙头之声的百成宣布破产 成为业内首家倒下的知名旅游企业 而在台湾方面,因为疫情发生在过年期间 春酒订单泡汤,餐饮业掀起生存在 不少老字号餐厅挺不住寒冬,宣布暂时歇业 感叹损失比SARS之际更严重 不过有些业者则改以推出外送、外带等优惠活动积极突围 创造额外营收 此时的餐饮业更凸显了高房租、高成本的弱势 市场可能掀起一波太弱流强的生存在 观光产业则是由海外观光转向国内旅游 成为溢注全台饭店住房与景点商圈的活水 但民众也倾向自行开车 避开团体秘密空间传染机会 专营游览车包团国旅业者吃不到商机 连驾单较久成只能咬牙苦成 虽然疫情对全球影响甚至 但是中共大外宣并没有停止 日前报导过高雄市交通警察大队印制文宣 图片中出现五星旗 公社上也被发现出现绿色出行 文明乘车的中国式简字表语 引发民众不满 台湾战略模拟学会研究员何成辉 担心会弱化国家边界概念 希望能够全民监督 也提到这些不小心 物质 未注意 恐怕已经是中共渗透的结果 自从两岸签订ECFA以后 台湾印刷业订单在中国厂商的竞争下 大量减少 在预算不足 承包商品质与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使用没有版权的免费图库时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再来关心香港新闻 被视作民主派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仁 民主党前主席杨森 2月28日上午被拘捕 拘捕的理由是 三人去年8月31日 在反送中期间参与了非法集会 其中黎智英又被控2017年涉嫌恐吓记者 尽管警方是否认这当中有政治考量 但是多名香港半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 回应事件时 均批评当局的做法 有政治因素 质疑警方高调拘捕 企图为社会制造寒蝉效应 再来看到美国新闻 截至上星期五 全球已经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出现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WHO 将全球传播风险调高至最高级别 而美股在上周则是创下了 12年来最糟糕的单周表现 疫情也同样影响美国大选 目前民主党党内初选的情况尚不明朗 但是民主党中 自称社会主义的桑德斯 获得提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不过不论是谁胜出 新冠病毒势必会成为大选辩论的新话题 而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后 跟中国经济脱钩的政策 在现在看来也是很有先见之明 这将使美国的经济损失 比其他国家来得小 这也是川普挑战连任的一个重大优势 但是对于川普的政治对手来说 其政府对于新冠疫情的应对 也成为他们批评的一个新目标 目前领跑的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 在上周四2月27日就指出 民众对于疫情的担忧在增长 但是川普政府的应对 不足误导和危险 再来看到加拿大新闻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蔓延 加拿大卫生部也提高了 武汉肺炎的防疫措施 联邦卫生部建议加拿大国民 储备食物及药品 并且开始在加拿大社区寻找新冠病例 以努力延迟疫情在加拿大爆发 而外交部长者表示 政府不打算从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国家 例如伊朗等地进行更多撤侨行动 但是因为伊朗邻国已经关闭边界 许多航空公司已经停止进出伊朗 所以伊朗加拿大代表大会 仍然呼吁政府对目前被困在伊朗的加拿大人进行撤侨 接着看到澳洲新闻 联邦内部的电脑系统故障 导致经过第三国反澳的中国留学生 未能在航空公司又于检查注册的政府电脑平台上进行注册 因此可能还是进不了澳洲 根据澳洲人报报道 至少有100名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待14天隔离期结束后 想要返回澳洲的中国留学生 受到此影响无法登记返回澳洲 再来了解澳洲房产相关新闻 澳洲有三分之一的房产 买比租更便宜 根据房地产数据研究公司新数据显示 澳洲有大约33.9%房产的估算分歧还款额 少于每周租房金额 也就是用买的比租的更便宜 但是该数据的结果是以房价80%的贷款额进行计算的 而且并没有计算到20%的头期款 澳洲研究部负责人欧文表示 在某些情况下租金可能较高 是由于那个地方的人员流动性很大 例如矿区城市中央商务区的大雪城等等 他还表示这些地方的租屋市场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因为居民就是更喜欢租房而不是拥有房产 好的 今天的大纪元世界头条就到这边 更多完整的内容 欢迎订阅大纪元时报 掌握武汉肺炎最新真实资讯 了解世界脉动 开阔你的眼界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娇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 0800-566-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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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